Hello大家好,这里是练习糖情感,我是楚儿 听过一个很遗憾的故事 是我的朋友小A的故事 小A喜欢上了一个女生,就鼓起勇气去追求她 可是呢,女生实在是太腼腆了 小A买礼物,她坚决不接受 因为觉得拿别人的东西不好 小A请女生吃饭,女生也会去 但是一定会想办法把吃饭的钱还给小A 小A和女生在微信上聊天 女生也一直都是话很少的样子 有时候回复一句话就要好久 几次下来,小A觉得女生可能真的不喜欢自己 就慢慢放弃了 其实呀,女孩子真的还挺喜欢小A的 只是第一次谈恋爱,根本不懂得怎么表达 小A发来的消息,纠结了好久,写了删,删了写 希望能够表现得更好一点 可结果却只会选择最安全的简简单单的回答 标准的话题终结者就这样 一段本来可能很美好的感情 因为这样的误会,还没开始就早早结束了 不是常常有人说吗 女人心海底真 很多时候,有些老弟真的会搞不清楚 女生到底在想些什么 也没有办法确定女生是不是真的喜欢自己 其实呢,如果女生有下面这些表现 男生们更勇敢一些吧 因为女生是喜欢你的 第一,有事没事就找你说话 女生为了和喜欢的人聊天 真的什么理由都能变得出来 他们会精心寻找 然后逐步推敲 排练你可能会有的反应和台词 提前想好应对措施 然后装作恰巧发错了消息 装作有问题向你请教 装作若无其事的巧遇 × vagyơn 日和 Som地是SAN 三 듣予太了 可是我 它未经常常呈练 United 否则 日无二 你一直是 前第一 Shawön 大的 很 宠益 他们也会绞尽脑汁地找话题 想方设法地把聊天气氛搞起来 有时候如果你的回复非常简短冷淡 他们也会装作没有感受出来 但是下一次他就会更加谨慎收敛 会有一时的控制距离 第二经常出现在你附近 你会发现啊 这个城市好小 怎么在哪都能看到他 总能凑巧地在同一辆车上遇到 总能在下半路上偶遇 甚至出去吃个饭也能看到他 其实哪有那么多凑巧的事啊 还不是他调整了自己的生物中 专门和你的时间同步 想创造和你见面的机会啊 第三会做之前不会做的事 对游戏一窍不通的他 先你一步到达最强王者 只为追上你的脚步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他 可以为了你学会八打菜系 满汉全息 只为你吃到可口的饭菜 素面朝天懒得化妆的他 开始学会了化妆穿搭 只想给你看到他最好的一面 喜欢一个人就是想去挑战之前 没有经历的事情 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好 更加招人喜欢 第四吃醋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他会非常在意你和其他女生的关系 跟你走得近的女生都成了他的 假想敌 有人呢给你微博点了个赞 他都能巴了到他的最后一条 就是想知道你们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 听你提起别的女生 他的心就是提的老高 生怕你对那个人是不是有意思 他还不是你的女朋友 却有着极强的占有欲 恨不得你变成一颗糖果 被他紧紧的握在手里 不要被人看到了 第五 他成了你的忠实粉丝 他会在朋友圈分享你喜欢的歌手的音乐 你喜欢的球队 他居然也是球迷 你推荐的电影 他都能跟你滔滔不绝的聊上几个小时 你偶然提起的女明星 他会去学习她的穿搭 努力让自己的气质更像他 你会觉得好像遇到了知音 你们总能聊到一起 他还悄悄透露过自己的理想型 而你刚好符合 其实哪有那么多相见恨晚 不过是他悄悄的做好了功课 他用心记下关于你的细节 才可以面对你的时候 能够把话说到你心里 第六 你跟其他男生完全不同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 他对你跟其他男生是完全不同的 他可能在别人面前非常潇洒放松 谈笑无忌 在你面前 却是不自觉的显得羞涩拘谨 也可能他在别的男生面前 很客气有礼貌 不自觉的画出了鲜明的距离 在你面前却显得很热情开朗 让你觉得他是可以亲近的 认为在他的心里 你和其他男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喜欢的人是你 如果说真爱的表现 是男孩身上的胆怯 是女孩身上的大胆 其实呢 男孩的胆怯是对女生的尊重 总怕自己的表现太过唐突 女孩的大胆 则是给予男孩足够的热情 生怕自己的冷淡把男孩吓跑了 所以啊 男孩子 如果喜欢一个女生 不妨多给他一些时间 不要把他的羞涩当成了不喜欢 女孩子面对喜欢的男生 就要多主动一点 给予对方一定的回应 毕竟 男生追求你的话 是看不到进度条的哟 男生也是有自尊心的 不可能一直一直热情 慢慢的追求你 多了冷水了 不在乎的呢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 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到追你 或者有谈恋爱 追女生 相亲 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视频 有下方的微信 我来帮助你哦